所以當16到1世紀的時候 你會看到呢 就是其的拜登庭順向畫所呈現的畫風是比較黑暗的 就是比較暗色的 那有些人就是比較傾向說 所以拜登庭順向畫應該是像那一時期的 就是顏色比較暗 那然後色彩比較強烈的對比 那臉比較憂愁哀傷 那事實上那不是真正的傳承的拜登庭藝術 那真正的拜登庭藝術 它是色彩豐富的 那藉著色彩我們來架構整個圖像畫 那如果我們看到這背景是寒色系列 然後我們會用暖色系列 然後我們的人物會用暖色系列 然後我們會用暖色系列 如果我們有明亮的 然後我們會用暖色系列 所以我們會用暖色系列 和暖色的 亮的跟暗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個鬍子充滿了亮光, 那這鬍子很多線條都是律動感。 通常我們在這個人物上, 我們不想表達就是它的那種情感, 或是多醜善感的那種表情。 所以你不會看到它, 就是帶給你一個多情緒的感覺, 就是說很憂愁或是快樂, 就是比較中立的。 那如果一個多醜善感的狀態, 事實上它不是一個永恆的, 因為當你處在這種情緒下, 只是一個就是那當下的情緒, 不是一個永恆的情緒。 我們只想表達這個聖徒, 而不是說他當下那個情緒。 那就是表達這個人的特殊的人格, 而超越他每個當下的小的情緒。 所以如果要表達一個人, 那是講述他整個人的生命, 所表達出來的他, 而不是說他每個情緒化的世界, 然後你來捉摸那個情緒。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半生庭聖像話, 就遵循這樣的原則, 它裡面有一個非常深層的奧秘的, 我們藏在裡面的海裡。 這就是我所想說的, 所以如果有問題, 請科里斯的教授, 你可以問他問題。 所以我們想要表達這個人, 就是我們對他的了解, 而不是說他每一個衝動, 每一個哀傷不好的, 就把他畫出來, 而是忽略了他整個人的這個人格, 就是所要表達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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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們做這個用意, 因為我們磁瀑 universities, 他就是故意做這樣子 讓你更感覺這個裡面的人物 要出來跟你交流 來提醒你 這是一個傳承的傳承 這是一個傳承的傳承的傳承 這個傳承的傳承的傳承是這樣子 然後教授也常常會這樣子畫畫 謝謝